咱们农民朋友赚钱的机会来了 大家随着我的镜头 咱们一起看看 看看这种昆松在你们玉米田地里边多不多 如果多的情况下 请您把它给重视起来 因为它也是非常的值钱 目前一只的价格最低也能值个五块八块十来块的 上大的个头体质好健壮的 一只怎么着也能值个一千多 高会值到三千块钱一只以上 非常的不错啊 朋友们 看完这个视频之后 赶紧去你们玉米地里边 赶紧去瞧瞧去吧 看看有没有吧 大家好 这里是三弄雷哥 那么今天给大家分享的这个农民赚钱的机会来了 到底是什么呢 有玉米田地的农民朋友们 更加认真耐心的看看 看看有没有在你们地里边存在 好了 废话不多说 随着镜头 咱们看看 我相信大家呢 看到这个视频已经都非常明白了 哎呦 这个不就是那个地里边的那个缺吃吗 对 就是缺吃 马上进入七月份了 进入七月份以后呢 在玉米地里边这个缺吃 哎呦 大片大片的存在 尤其是我们河南 山东 安徽 河北 这几个省份 更加的牛了 是不是 朋友们凡是生活在我们周边的一些 一些省份 山东 河北 呃 我们河南 安徽 应该都非常了解 在我们当地都有这个豆区处的这个 市场 是吧 朋友们 提到豆区处 相信大家都非常明白 哎呦 我们家里 我们地里边特别多 玉米地里边多得很 怎么捉呀 捉了卖给谁呀 等等一类的 是不是朋友们 很多人甚至都不知道 雅各都不知道他能够赚钱 他能够卖钱 我相信通过我今天的这期视频呢 会颠覆你的认知 让你对农业 对农村 有一个更清 更清楚的 呃 多些知识吧 是吧 朋友们 提到这个吹吹这块呢 可以说大家都非常清楚 一般捉的时间 就是晚上时间 而且捉吹吹呢 一般情况下 都是两人同行 一个人我估计都不敢 因为就在玉米地里边 尤其是南方的农民朋友们 现在这个时候呢 在你们当地的玉米 有的账一人高了 你晚上你敢你一个人出去吗 你一个人敢去玉米地吗 是不是啊 所以说至少这两个人 同伙一块过去去捉去 是吧 朋友们 这样子安全系数比较高 是吧 朋友们 像我们河南山东安徽这块呢 可以说 差不多还得一个多月的时间 才能有啊 差不多一个多月啊 说不准到下个月就可以了啊 因为有的玉米长得特别快啊 如果看懂这个视频 那朋友们抓紧行动啊 话得说到这里了 肯定会有很多粉丝问到了 哎呀 雷哥有这么值钱吗 值钱不值钱 我在视频开始也和大家说了 像个头小的啊 体型不怎么好的 基本上都能值个五块八块十来块的 如果他的体质特别壮 意思也就说白了 他能够斗驾 为什么称之为斗驾群呢 目的就是斗驾的 是不是朋友们 他打价能力特别强啊 斗驾能力特别强 特别不错 那价格特别高 老板一看就看上 哎呦 你这个我要了 一千 有的出两千 有的出三千 是不是朋友们 所以说呢 这个东西住这回事啊 体质好了 个头大了 那就就是之前啊 就是看市民强的朋友 你能不能看懂 看懂的情况下啊 如果在你们当地还没有的话 那你把今天的这些视频啊 把它给记住 记牢牢啊 或许把它给收藏起来 以后呢 比方说想干这事 再看一遍 到底是啥 是吧 我也们 或许搞这个 想搞这个的话 有的通过搞 搞一两个月 收入比咱们打工还要多 你捉到一个 打价能力强的 说不是 一个还能值个一万块钱 甚至值个十万块钱 都非常有可能的 就得看你的运气好不好了 所以看你 愿不愿意从事了 因为干这活呢 也是有一个风险的 因为毕竟在晚上 而且还在玉米地里边 胆子大 而且还不能怕那个 不能怕辣条 不能怕蛇啊 说老朋友们 如果怕蛇的话 你到夜里怎么办呢 说老朋友们 所以说胆子必须够大 就可以干 并且呢 在我们河南这块 山东这块 河北这块 都有这个 大老板要的东西 特别不错 视频前的朋友 您能不能看懂这个商机呢 看懂的话 赶紧去你们玉米地里边看看 有没有吧